參賽選手們一身嘻哈打扮 一站上舞台中央 就拿出全部的捷舞技術 希望爭取評審們 多一點的關愛眼光 來增加晉級的機會 新竹百合輔論社連續第六年 舉辦反獨捷舞大賽 希望提供獎金 提供舞台給年輕的舞者 讓大家看到捷舞既健康 又正面的感受 那這個活動呢 主要就是要給青少年 有一個表現的空間 另外也是他們發現一個 體力的一個活動空間 那也是一個專業的表現 舉辦的場地 選在新竹的知名百貨商場 這裡人來人往 不只場地舒服 也增加了曝光的機會 商場總經理羅世青說 身為一個地標商場 參加工藝活動 也是企業的責任之一 去城在新竹 現在是一個地標 作為一個地標呢 那也是一個工藝的平台 所以我們每年呢 辦有三百多場的活動 那百合佛倫社是其中的一場 那其實有三分之二 都是在做工藝 新竹人非常熱心工藝的活動 尤其是百合佛倫社 那佛倫社呢 照顧年輕人是佛倫社的一個宗旨 如果年輕人把時間花在練習街舞上面 就少了時間可以去到不良的聲色場所 也就少了接觸到毒品的機會 新竹地檢署關護人蔡一貞強調 現在毒品很狡猾會包裝成任何常見的普通糖果 降低民眾的戒心 讓人落入毒品的陷阱而無法自拔 而現金的毒品呢 非常的可怕 它可能會藉由像毒品的咖啡包 軟糖 果凍 油票 甚至是彩虹煙的形式 會裝成像一般的日常用品 混入你的生活 導致一般的年輕學子 覺得好奇而去使用 希望藉由今天這活動 告訴大家毒品的可怕 以及毒品現在新興的模式是什麼 除了毒品宣導以外 今年現場也加入了防疫宣導 提醒民眾防疫消毒的重要性 預防COVID-19在台灣發生 包括說會教大家 怎麼樣正確戴口罩 還有要怎麼樣洗手 還有一些防疫的重點 包括說 在現在還沒有武漢肺炎疫苗之前 我們應該要施打哪些疫苗 可以協助疫情的控制 那來這邊如果答對問題的話 還會送很多精美的小禮物 把時間花在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跳街舞不僅可以運動休閒 更可以磨練自己的技巧 讓生命變得更加精彩豐富 凱破新竹林彦斌採訪報導 不要想職 還是 不怕 有尊重 不問